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举将延长与北京的缠斗两国的记者都曾经被驱逐出境 根据执行士的话表示说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天指定这些中国的媒体机构的美国分社为外国的使团 因为执行士表示说尽管他们说的受影响的媒体数量以及确切的时间还尚未敲定 但是正在考虑的名单当中有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国新闻社还有凤凰卫视 这项指定将要求这些新闻机构申报其在美国的人员以及财产 让美国官员了解他们的运营情况 上述的五家媒体都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星期四的时候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说他已经看到了这些报告 但是在美国政府确认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拒绝发表相关的评论 这五家中国媒体机构的代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 这一举措施川普政府更为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针对中国有损美国利益的一些行为 例如学者窃取商业机密和中国政府意识形态的传播 美国政府星期三的时候威胁表示说 如果北京方面不允许美国的航空公司恢复对中国的航班的话 美国将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航班 中国民航监管机构星期四同意允许外国航空公司恢复部分飞往中国的航线 而近一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对媒体以及批评人士的严厉打击 外国媒体在中国的条件越来越恶化 对工作人员的监视以及恐吓在不断增加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中国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三名记者 称对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报复 该文章引起了北京以及很多中国人士的不满 另外报道表示说 这个最新的举动还将是中美两国长达数月的驻外媒体冲突当中的一部分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指控中国政府利用官方媒体进行了清北京的宣传 并且认定新华社以及中国环球电视新闻网 还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代理海天发展公司为外国使团 另外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华盛顿表示说经把获得批准的在中国主要的国有媒体的美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的记者人数 从此前的160人削减到100人 以报复北京长期以来对美国记者的恐吓以及骚扰 作为回应中国在三月份的时候宣布将撤销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 几乎所有的美国记者此举是被迫进行的必要反制 这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说辞 另外报道表示说 美国国土安全部门上个月的时候进行了进一步的收缩 对在美国的中国媒体的限制 将把受雇于非美国媒体的中国大陆的记者的工作签证 缩短他们的时间 最长可能要缩短90天 并且允许将延期 另外表示说今年早些时候指定的五家外国使团当中 中国的新华社、中国的国际广播电台 以及中国环球电视网 以及中国日报自家媒体 在美国市场拥有相当规模的业务 第二批审议中的五家媒体 包括了中国共产党旗下的报刊人民日报 以及颇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一个小报 叫环球时报 以及中国最大的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 虽然他们在中国观众的心目当中应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 但是除了富豪卫视在美国的多个城市设有记者之外 其他的几家媒体在美国并没有大量的员工 2018年的时候 美国司法部提醒新华社美国分社和中央电视台的分支机构 中国全球电视网也就是CGTN 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 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这些机构主要的使命是在传达中国政府的一些观点 CGTN去年已经注册 但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决定 而新华社尚未注册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认为 外国使团的认定具有更大的一个权力 可以迫使这些媒体提供有关的一些业务信息 100个非政府组织联署说要撤央视的主播 他曾经担任了世卫的青山大使 要撤掉这个大使 全球100个非政府组织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撤销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主播周柳成健 周柳成健为青山大使的这样一个身份 周柳成健被指替中国做宣传 为中国在疫情之初的信息不透明的问题来进行洗白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就表示说 来自30多个国家的100个非政府组织 日前向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 以及联合国的秘书长古铁雷斯 承交了一份公共的声明 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中国的央视新闻主播 周柳建成青山大使的身份 该声明由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牵头 参加联署的组织包括了促进健康发展 以及保护妇女儿童以及人权的一个各类的慈善机构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开始对周柳建成所扮演的角色 进行了内部的调查 但是这份联署声明则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立即撤销周柳建成的青山大使的身份 声明谴责周柳建成作为电视主播 报道受到政府审查的新闻 为北京所宣传 比如报道英国的侦探韩非龙 被迫读出了认罪的内容的电视画面 韩非龙2013年的时候在中国被捕 被控非法的窃取和出售中国公民的资讯 两年之后因为健康的问题提前获释 2019年的时候 韩非龙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表示 关押期间被中共当局下药 并且被绑在椅子上 还关在笼子里面 被迫读出了认罪书 声明还表示说周柳建成在新冠疫情期间 借世卫组织青山大使的这个身份 在推特微博还有YouTube等一些社交平台当中 不断地为中国应对疫情的做法进行粉饰 并且称赞谭德塞 信任中国对中国当局有信心 他所发的贴文全都必谈中国如何的审查新闻 以及信息并且也必谈阻止 李文亮医生的一些吹哨者揭露武汉的疫情 还有打压公民记者等一些信息 他还称传媒夸大了疫情的严重程度 只在武汉医院拍下来的混乱的场景 未经证实替官方进行辩护 另外声明表示说 为了重建信任世界卫生组织 必须采取措施 撤销周柳建成青山大使的身份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周柳建成1977年出生于英国伦敦 母亲是印尼华人 父亲出生在香港 从小在英国成长 毕业于建教大学 毕业之后到香港无线明珠台任新闻记者 2004年加入中国央视 成为央视国际台英语频道的新闻主播 2009年8月12日 联合国的艾滋病规划署宣布 任命周柳建成为艾滋病规划署的中国青山大使 2016年2月份的时候 世卫组织的前总干事陈峰复真 任命他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青山大使 负责推岗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以及卫生项目 任期为两年 根据世卫组织的网页显示 周柳建成起今仍然是青山大使的身份 总部位于瑞士的是联合国观察总监诺伊尔 另外他还指出 除了任命周柳建成为青山大使之外 陈峰复真在担任世卫组织的总干事期间 他于2011年6月份的时候 任命了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 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的青山大使 而陈峰复真当年是在中国的支持之下 当上的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这不得不让人质疑中国和世卫组织的关系 拥有中国解放军政军职务的彭丽媛 起今仍然是青山大使的身份 而陈峰复真结束世卫组织总干事 第二年的任期 第二届的任期之后 就在中国的政协获得了一个席位 此外 新任的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 曾经任命了津巴布韦的前独裁者 穆加贝担任了青山大使 诺伊尔还表示 世卫组织内部的某些贪腐文化 由此可及办 李克强的地摊经济能撑5000万人的就业吗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发表的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不提今年的GDP的增长的数字 之后公开的倡议地摊经济 立即引爆了中国全民的地摊症 中国学者初步的估计 这种经济模式至少可以撑出 约5000万人的就业 减少了部分社会以及经济的矛盾 综合媒体的报道表示说 中国近年以来先后面对中美贸易战 新冠疫情的打击 以及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 官方与民间的论者都忧虑 企业倒闭潮 以及大量的失业率 可能就将会到来了 在此背景之下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中国的全国人大的会议闭幕的记者会上 赞扬成都的地摊经济 最后考察山东烟台的时候 再提到了地摊经济 小店经济 强调是人间的烟火 是中国的生机 中国东北财经大学的 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周天勇 就指出地摊经济 农贸市场的发展与城市的现代化不矛盾 如果在城市开放地摊经济 农贸市场对于促进灵活就业 以及非正式就业人群的意义非常重要 大概可以解决5000万人的就业问题 另外他还解释说 中国有7.7亿的劳动就业人口 15%的人从事着非正式的就业 大概是1亿人 参照发达国家的非就业人口的数字比例 如果开放地摊经济 加上农贸市场 建材市场 小商品市场 还有早市等等 至少可以促进5000万人的就业 他还说 许多发达国家对路边战岛经营非常宽容 这就是灵活就业 非正式的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周天勇还指出 发达国家的非正式就业 就是说没有固定场所的就业的人数 大概占到了就业人数总数的20% 而中国各地政府极力的拓展 李克强倡导的地摊经济 包括了河南许昌 吉林长春 辽宁大连 湖南淮化 浙江杭州 江苏南京 四川成都和彭州 还有上海市等地方的政府 争相的推出了各种的扶持 地摊以及微型企业的政策 6亿人月入千元 如果脱贫大计有了忧虑 那么李克强的这一说法出现在中国 是否有另一面呢 报道表示说为了抢这一波的地摊经济的一个商机 中国的电商也加入了其中 包括了阿里京东 微信 美团 苏宁等 接连的发布了相关的扶持的政策 甚至是免息 奢购 供货 等一些相关的优惠的计划 美中互禁飞 国泰航空坐收余力 美国运输部颁布最新的禁令 将于6月16号起 暂停中国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航班 以反制中国禁止美国航空公司赴飞中国 消息使得中国航空类的股票同步 在香港的股市大跌 但是市场的预期是 美中相互的禁费的结果 可能刺激旅客赴香港转机 估计香港的国泰航空将会受贿 星期四的时候 国泰航空在香港的股价大涨了近百分之六 美国运输部星期三的时候表示说 从本月的16号开始禁止中国的客运航班 飞往美国 以回应在武汉肺炎疫情之下 美国航空公司迟迟没有能够获得 中国政府的付费的许可 消息导致了在香港股市交易当中的 中国航空类的股价同步的下跌 中国的南方航空 中国的东方航空 中国国际航空分别下跌了2.05% 以及1.78% 还有2.02% 综合香港媒体的报道表示说 市场预期美国政府禁止中国民航飞往美国 可能会刺激到香港航班的需求 国际航空可能会受到一些优惠 星期四上午的时候 国际航空的股价在港股大涨了5.95% 最高已经涨到了8.73美元 好了以上就这一时段 有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 结果明镜要报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的明镜新闻再会 我们生活在许多种 人类从来离不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心心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 传给世界上上星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平平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下一次的热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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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